记者于赵福新北报道,共疗区福龙里东兴界约六十户占用保安林的住户,因为林务局解编土地,面临无法获地主同意,难以修缮老的房屋,立委黄国昌办公室邀及林务局罗东领馆处,财政部国有财产署与共疗区公所今天一整天挨家挨户说明确认,未来国有土地重新申请变更为非公用财产后, 民众向国财署承租土地得以向市府提出修屋施工申请 黄国昌瑞芳服务处秘书陈志强说,他与国有财产署,领务局共疗区公所带着空照图与套图,挨家挨户向住户说明确认房屋,土地位置物,扶龙里长吴宪章说,这个问题困扰地方许久,感谢立委黄国昌在收到承行后,积极介入关心 要求主管机关解决问题,吴宪章说,有人说黄国昌不关心地方,冤枉了,人家有在做事了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上任以来,被公民监督国会联盟评鉴第二,第三会期的优秀立委安定力量主席孙继正质疑黄国昌不关心地方发展与事务,引发外界不同声音 感谢观看